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仿佛只有我一个人 时间完全是自己的 因为深夜周边的人大多都睡了 没有聊天 没有应酬 言行思想不用为了和其他人周转而费心 但是这个可以自由自在 展现自己的思考和情绪 实在是我很喜欢的感觉 好像是对自己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和更新 这或许就是我喜欢熬夜的原因吧 当然啦 熬夜这个习惯并不好 很伤身 我上班之后呢 也很快就改正了 不然可真没精力好好工作 不过 也许也是因为这样深夜独处的经验 让我当信了主耶稣之后呢 看到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 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向许多人 在一个重大的并且是多人的步道聚会之后 他就离开了众人 独自上山去祷告直到深夜 而且都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我觉得我好像能够体会 这个时候对主耶稣来讲 是很重要的休息 在各样的忙碌烦乱之后 能够独自一人 自由地和天父亲近 自由地敞开自己的心思意念 是多么放松和自然 而且是生命里的一个更新 我是这样体会的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是不是觉得这也很有道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